我国将于辽阔,占地面积位于世界第三名,仅次于俄罗斯和加拿大,但人口数世界第一。 令人疑惑的是,国土面积排名第一的俄罗斯,全国却仅有1.44亿人口,而且这个数据还在不断的下滑,这是为什么呢? 造成这种局面主要有四个原因,一是因为俄罗斯的气候寒冷,尤其是位于高纬度地带的西伯利亚冰原等地,那里常年低温,水电资源比较匮乏,所以人类很难在那里生存居住。 二是战争的后遗震,在二战结束之后,统计死亡人数高达2660万人,导致俄罗斯的男女比例失衡,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,俄罗斯新生儿的出生率持续走低。 第三个原因是,俄罗斯的死亡率比较高,那里的青壮年很喜欢喝啤酒,一个成年男性一年的饮酒量达到了200多斤,而且他们还经常喝酒精含量很高的烈酒,例如福特加,因此俄罗斯每年都有将近4万人因酗酒死亡。 第四个原因是,俄罗斯禁止外来迁移,其他人口稀少的国家都会允许外来人口迁移到本国,但是俄罗斯却坚决不允许。 那么大家觉得,俄罗斯如今人口少的原因还有哪些呢?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交流,感谢观看本期节目了解更多,请关注我们。